哈喽大家好,我是金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人性反思短片 爱情还是鸡蛋 废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朱先生真的很爱鸡蛋 他家的台灯罩是蛋壳白色的 闹钟是鸡蛋的形状 衣袖上的钮扣是蛋饼的款式 甚至家中抢上横七竖八的艺术画 无一例外,都是画满鸡蛋的画作 早上满怀期待的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穿衣戴帽奔向快餐厅 朱先生是个中产分子,收入不菲 不过每个月却攒不下几个钱 为啥呢 说一千到一万,还是得怪这美味绝伦的笨鸡蛋 朱先生从小就对鸡蛋爱不释口 无法抗拒,顿顿都离不开鸡蛋 从小吃到大愣是吃不腻 甚至平时在餐厅点的饮品 都是由生鸡蛋液熬制成的饮料 朱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耗色 平生的唯一爱好就是吃鸡蛋了 虽然鸡蛋料理并宝贵 但每顿都吃上上百盘 工资月月精光,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这样日复一日 朱先生整日与鸡蛋为伍 虽然生活单调,却依然快乐无边 直到他在餐厅第一次遇见了鸡小姐的那一天 原本灰白的世界 一下子有了绚丽的色彩 鸡小姐身材高挑,前途后翘 一双卡兹兰大眼睛明眸闪烁 处处动人 朱先生一下子就变得不自然起来 紧张的挣着挣胸前的领带 描了描远处的可人 屁股不自觉的挪向了鸡小姐身边的位置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中产绅士朱先生 热情的跟自己打着招呼 鸡小姐羞红了脸 英俊的成功人士 哪个女人都抵抗不了 可随着厨师递来的清蒸鸡蛋 鸡小姐的脸颊更红了 不过这次不是因为害羞 而是惊吓的尖叫起来 不管鸡小姐性格多么温柔 多么包容 可吃自己同类的孩子 让鸡小姐感到异常的恶心 即使朱先生将盘中鸡蛋拍飞 却无异于亡羊补牢 为时已晚 鸡小姐很是失望 端起菜单 不再理会朱先生 自顾自的点起菜来 突然一根香喷喷的鸡蛋花 伸到了鸡小姐的面前 不得不说 朱先生真的将欺而不舍 臭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 竟将餐台上的鸡蛋花 送给了鸡小姐 好一招借花献佛 鸡小姐从小就喜欢鸡蛋花 这下彻底就敞开了心扉 两人开始盘谈起来 感情进展的异常顺利 电影院里 两人不轻易间的互相触碰手指 慢慢的让隔阂消失 爱情悄然来临 有了爱情的滋润 朱先生好像对鸡蛋 也没有那么依赖了 他开始尝试 从来不喜欢吃的玉米棒 看着对玉米棒 情有独钟的鸡小姐 急迫的将玉米啃得四处飞扬 朱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就着爱情一起吃的玉米棒 也没那么难以下咽 朱先生是那么的包容 是那么的温柔 是那么的绅士 这让鸡小姐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脑袋靠向朱先生后视的肩膀 主动表白了 两人几乎做了所有浪漫的事 到处游玩亲密合影 阳光刚刚洒进窗台 鸡小姐就趴在了朱先生的身上 索取温暖 两人一起迈进餐厅 鸡小姐依然对朱先生 送给自己的鸡蛋花 爱不释手 朱先生依然吃着鸡小姐 最喜欢的玉米棒 但临桌顾客点的清蒸鸡蛋 却彻底唤醒了朱先生 尘封已久的记忆 他看向送给鸡小姐的花 长得好像一枚鸡蛋呀 电影院里 泰坦尼克巨轮上的杰克和肉丝 相约在船头缠绵 咦 这男女主怎么长得这么像俩鸡蛋呢 不经意间的瞄向身边 妈呀 我的女友鸡小姐 怎么也变成鸡蛋了 朱先生疯狂了 他转头开向四周 刚刚还人山人海的放映厅 顾客呢 全都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无数的鸡蛋 直勾勾的盯着自己 朱先生含毛站立 猛的睁开了眼睛 原来 是梦啊 深处在漆黑的房间 朱先生感觉肚子无比的空虚 生不如死 他猛的冲出房门 睡衣都没来得及换 虽然墙上鸡蛋写真 早就全部替换成了和鸡小姐的情侣照 但朱先生呢 早就无心观看 驾驶着汽车 飞奔向快餐店 一脚踹开大门 犹如狼入羊群 疯狂的点了几百盘青春鸡蛋 恶红了眼的他 准备大口朵一只时 朱先生无意间瞄了眼 角落里的鸡蛋花 瞬间愣住了 看了看盘中的鸡蛋 再看看花瓶里的花朵 欲望慢慢的冷却 理智再次被唤醒 叮叮叮 闹钟准时响起 鸡小姐发现 这男朋友竟然不见了 好在没等鸡小姐失望 朱先生就端着个奶油玉米棒 走进了房间 看着手中的鸡蛋花 和两人的甜蜜合照 朱先生欣慰的笑了 为了爱情彻底记掉了 前半生唯一的爱好 一切都是值得的 可是这样下去 鸡小姐和朱先生的爱情 真的能长久吗 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散彩